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00后创业青年金钟凡 欢迎你 凯玲姐姐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钟凡 钟凡现在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交换生 你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本科生 今年刚刚22岁 是的 那来到纽约这座城市 你是去年9月份来的 到现在已经生活半年了 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是体会吗 非常喜欢纽约这座城市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在纽约这座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中国企业 在这边有办公室 同时的话也会遇到的很多的华人 然后我们之间互相沟通 都能够互相切磋 互相都会有敬意 同时在这边的话 也有很多跟我本专业息息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我是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双专业的 那去年9月份就很荣幸成为了联合国 第77次代表大会的青年代表 去参加了这个education summit 就是教育峰会 所以说总部就在纽约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幸运的一次机会 可能这也是很多人选择来纽约学习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里有联合国 有华尔街 有各种各样的峰会 各个行业的精英可以说在这个城市聚集 同时给很多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学习的机会 那我觉得纽约这座城市吧 当然机遇是有很多了 不过同时呢 很多年轻人说这座城市也是给人带来压力的一座城市 你觉得呢 确实是这样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内卷 那我觉得在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 那在纽约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人口很密集的城市 包括各个方面的精英都在这边 然后这边的房租啊 这边的生活啊 可能都会整体的价格要高一些 那就需要你自己呢 非常清楚来到纽约这座城市生活 这段时间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这样才不会浪费在这边的各个方面的一个化销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各大做交换生 不是去其他的学校呢 一个方面是非常的喜欢哥伦比亚大学 我是学政治学的 那哥伦比亚大学的社科和人文呢 是它的一个特长 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自己呢做了一个服装品牌 那我也是希望能够把服装品牌呢 带到海外来销售 那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呢 这样一些海外的平台呢 都有办公室在纽约这边 所以说呢整体呢 我觉得来纽约这边生活一段时间 对我是比较有敬意的 所以你是学习的时候 还带着这个工作的这个目的是吧 就是学习工作两不物 刚刚我们也说到 你呢很年轻 不过虽然年轻 但是你已经在很多国家生活过了 你跟大家说一说 你自己的海外生活经历 好的 我是出生在中国 然后呢九岁到十一岁 我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悉尼 在那边上了两年的小学 之后呢我又回到了中国 生活到了十四岁 然后十四岁呢来到了美国波士顿读书 然后呢读了四年之后呢 去到了加拿大都伦多大学读书 然后呢现在又回到了美国 所以是在四个国家长大的 在四个国家的经历 在你看来哈 因为它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停的切换 对于你的童年或者说 对于你的成长来说 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我成长为了一个 我们有一个私家global citizen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 世界公民你会这么给自己定义 是出于哪些方面你觉得 是觉得在东方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 在我身上都有一些的体现 而且呢两者在我身上的并不冲突 而且我享受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 可能呢因为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 都是在不断的搬家 不断的变化中的 所以我对于变化呢并不排斥 而且希望能够把握住每一次的机遇 那具体来说哈 因为我们都知道 虽然你说你很能适应 但是我想 就我回想我留学的时候 25岁 我觉得我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适应 那我想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尤其是9岁的孩子来说 从中国的环境突然到了澳洲 而且你是15岁 在波士顿自己一个人留学 对不对 寄宿高中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肯定还是会有遇到一些 比如说文化冲击或者是生活上的不适应 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你回头去看 有哪几件事或者是哪些事让你觉得到现在是非常难忘的 你能够想得起来的 在我小的时候呢 去澳大利亚的时候 那是第一次出国留学 对我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整体上一个海外对于中华文化的接受度还是比较低的 那现在在纽约生活 我能够感受到有很多的美国孩子在学中文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那个时候主要就是自己能够去融入 去适应 包括呢 可能整体的一个学习进度 因为你的语言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要很多的去用中国学生的一个特长 就是去背 去记 去在笔头上的一些功夫呢 去能够把它做好 但是这样的话呢 依然还是会遭受一些误解 会有一些意思穿达的不到位 这个我想是每一个华人都有过的经历 但是呢 还是自己告诉自己呢 去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那经过那一次之后 到了你读高中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很能适应 当然从澳洲到这个波士顿 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 不过好在它也是这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那你是不是也会觉得 好像能适应一些 或者是还是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小时候去了澳大利亚之后呢 就一直在努力的学英语了 所以到了美国之后 这个问题就会小一些 对 但是呢澳大利亚的口音跟美国的口音还是不一样 而且有一些用词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整体来了这边以后呢 还是需要去进入一个整体的环境 去学习很多 但是来了以后呢 明显还是可以感觉到自己已经做足了这种心理准备了 包括呢对于这种文化的这种开放的接受度 也已经高了一些 比如说来美国读高中呢就参加了学校的啦啦队 Cheerleading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美国本土的一个文化 给学校的橄榄球队啊 这个男子篮球队啊去加油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 因为现在哈我们都知道 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那去年的数据呢是说有108万的中国留学生在海外 而且呢这些年也呈现一个越来越小的趋势 高中生是很多了 有些也是从小学就开始在海外留学 那对于这些比较年轻的小留学生来说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的建议第一个是不要害怕 那我们有一句现在流行的话叫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所以说自己呢一定要随时保持一个学习 敬意的一个心态 要明白呢自己来到这边呢是来学习的 包括呢父母也是承载了很多希望 虽然说是这样想 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还是说呢去做好自己 然后同时的话呢 能够在当地呢多结交一些朋友 毕竟去到一个国家生活 还是应该多融入当地的文化 因为刚好呢我有北京的朋友的小孩 今年要去英国留学多高中 13岁吧 然后呢他妈妈就跟我讲 他说哎呀他说一个13岁的孩子就要独自去闯世界了 他也是去英国读技术高中 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呢 当然是很不放心的 而且回想我们当年那个年代 13岁那一般还是在很正规的 在家长啊住在至少是有家长的庇护之下成长 那把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放在外面 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 那我最担心的可能是他的安全 然后他会不会走弯路 或者是会不会受一些不良的影响 在你看来啊 你觉得作为华裔孩子 在海外如何才能够减少让父亲父母的这种担忧 或者说不向父母担忧的那方面去发展 嗯 觉得还是给自己树立好一个目标 然后确保自己呢 长期在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中 对 让自己忙起来 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能够理解的人 尽量的多去倾诉 多去沟通 同时的话呢 自己可以多看看书啊 确保自己呢 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呢 自己在这个思维上 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向 同时的话呢 一直比较清晰的记住 自己未来人生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这样确保的话呢 在没有家长的监督下呢 也不要去浪费时间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当然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我们都知道 可能不是每一个小孩都会心智这么成熟 或者说对长远 他有一个很坚定的目标 而且有这种毅力或者是恒心 一直让自己保持在一个状态之下 或者一个很积极的状态之下 不过我觉得就是看到你之后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 家长某些时候也应该让孩子出去闯荡世界 因为他会成熟的更早 他会自己成长的更快 而且经历过这种历练之后 应该也是有一种无畏的精神 就像你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创业 我觉得你的创业的精神和你自己的经历 你觉得有关系吗 大概是有一些关系的 你是从小就想到自己以后要创业吗 还是 没有 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会想 大概以后人生的长期规划中 可以把创业作为一种目标 但是没有想过这么早 把它提速到大学本科的阶段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 疫情期间吧 自己还是希望不要去浪费任何的时间 包括那个时候上网课呢 少了很多学校里面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一些社交 我觉得大学这个平台呢 社交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休学这一年 当时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因为其实这个决定 美国很多学生 我知道也是当时 大家也是这么选择的 因为他们不想说 好像我的大学生活 就这么在网上就度过了 所以大家觉得与其这样 那我不如休学 以后再说吧 那个时候的想法呢 一开始有这个想法 涌现出来的计划有非常多 有的时候会觉得 可以多去打打球运动运动 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 在中国生活 陪父母生活一段时间 有时候也会觉得 可以去其他一些地方 去做做志愿者之类的 然后后来自己有一个想法 觉得自己也已经 怎么说到了一个 应该要去成熟的一个阶段了 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呢 应该有一些规划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那要不然 我去体验一下职场是什么样吧 所以先去做了两份的实习工作 所以最早的想法是 那既然学习提不起诉来 那我就先体验一下 职场是什么样的 所以那时候先在北京呢 做了两份实习工作 然后在工作的过程中呢 自己可能又想到了 自己原来就有这么一个 隐藏在心里面的一个 创业的一个想法 然后也会觉得 现在也有很多的大学生在创业 那要不然呢 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尝试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话题 留在下面段再说 应该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 欢迎回到 中凡因为你选择创业呢 是做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那其实这些年呀 尤其是在中国的青年人当中 很多人都会选择 这样的一个创业道路 那尤其是疫情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封锁 也因为中国的这种网红经济 电商 包括直播带货 做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呢 都开始就是建立自己的网店呀 然后或许是做服装 或许是销售其他的一些产品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服装 来作为你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呢 嗯 那个时候自己有一个想法 也在想呢 什么样的行业或者产品 比较容易落地 一个方面呢 是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呢 有一些做模特的经历 所以说呢 对整个服装的行业呀 包括摄影啊 网红啊 可能都比较的了解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讲 是比较的进水楼台 另外一个的话呢 自己也会想 什么样的道路 会更加的现实一些 因为如果说让我去做呢 可能整个资源消耗 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话呢 我也会担心 这样的消费呢 花费会不会太多 也不希望呢 会造成我未来的人生道路的 一个太大的负担 所以说这样想完 想去之后的话呢 就把眼睛呢 瞄准了服装的这个行业 那当然哈 这段时间 我觉得大家也都有注意到了 就是说 比如说某个网红 因为他自己创建的服装品牌 每年销售到多少多少亿 这样的新闻 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可以说 那在你看来 这个行业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说实话 我觉得 做任何行业 能够做的成功 一定会是有道理的 背后一定会付出 非常多的艰辛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行业 是真正的容易的 那有一些 可能一下子就可以做到 非常顶尖 其实是因为 他在努力的前几年 是不被大众所知道的 在他走到大众视野中的时候 已经是做得很不错了 所以说 做这个行业的话 还是说要付出 非常多的 学生 我们讲一个词叫 emotional labor 或者情绪化的一个劳动 就跟各种的 不管说是供应商 客户 摄影师 还是演员 模特 都要起到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情绪带动的一个作用 所以他不仅仅是说 工作上 体能上的一个 一个辛苦 更多的也是一个 情绪上 你要去付出 非常多 包括我公司的员工呢 也都是说付出的非常多的 包括呢 大家在有一个 比如说双十一 双十二 这样的时间白领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种 非常强的团队精神 去能够说做到 不眠不休 我觉得必须要有 这样的一个精神在 因为服装这个行业呢 它可能还是不同于 有一些的 比如说互联网企业呀 或者是一些 能源性的一些企业 它可能不是一个 很难踏足的一个行业 而是说呢 如果你想要做的话 你可以有很多的路子 去融入 你可以是一个学生 你也可以是一个 模特网红 自己想要做品牌 你也可以是一个 服装设计师 所以有非常多的道路 就是说它的起点 其实门槛不算很高 因为我知道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操作 比如说设计师 你可以设计自己的服装 但是呢 也有比如说 你可能在设计方面 你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呢 你会选品 这个也非常重要 你可以去到这个工厂里面 挑选你需要的款式 然后贴上自己的这个商标 这也是一种方式 另外呢 可能就还有从这个服装搭配上 可能这些衣服单看 都不是那么出彩 但是如果你很会穿搭 你也很会照相 那可能你的这种 穿搭的一个品位 或者风格 也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品牌 很快的走红 那就像你说的 它的门槛比较低 所以其实从事这个行业的 也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吧 尤其在中国 这种现象非常明显 就是大家越来越往直播带货 这个方向走 尤其我们最近看见一些 非常专业的人士 包括很多这个比较知名的演员 都在开始做直播带货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就是在你看来为什么 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 其实我的服装品牌 也用了非常多的演员 来直播带货 的确是这样 因为现在作为演员的行业来说 疫情期间 现在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中国也在一个解封的状态中 之前一段时间可能 拍戏整体的这个行业 它的收入不会有 直播带货来钱这么快 到底有多高 就真的就是 因为最近这个董捷上榜了 小红书上对吧 叫是小红书一姐 说是首播就上亿是吧 那像如果他这个上亿的这个销售额 作为演员来说 或者说作为这个主播来说 他到底能够拿到多少 还是要看这个主播 他的品牌性 如果他是一个知名的演员 像董洁这样的演员 我想一定会是不少的 大概一个比例能够透露一下吗 比如说行业的常规 大概从什么区间到什么区间的提成 基本上是比如说到了一个坎 如果说你没有销售到的话 你只能拿基础的坑位费 就是你一个小时多少钱 我就给你多少钱 但如果说你超过了这个坎 它还会有一个分段式的 就是说到了一定比例 我就给你多少 如果再超过了的话 比如说像他 如果说超出了客户的预期非常多 那就会按照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大概是能够达到整体销售额的继承 所以说整体是非常的可观的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再从事这个专业了 觉得这个还是赚钱 确实是比较快 但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 就是因为有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尤其是从抖音开始 大家都不太想按照一个循规导具的发展路径 上学读书工作这样去发展 而是觉得应该去做网红 或者是跟网络经济相关的事情 这样子呢 可能更容易成功 或者是更容易让自己未来看得到希望 我觉得当很多人都选择去进入一个行业的时候 这个行业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的吃香 因为大家都会意识到 这个行业是一个处于一个风口期 那大家都蜂拥而至的时候 这个风口期可能很快就会过去了 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在去工作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应该要保持一个心态 就不是说去短期的依靠一个风口去挣钱 但是能够挣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抓住机会 但是的话呢 也要确保呢 这个路线可以说去把它走的长久 所以说像我做公司的话呢 也是不只是走带货这一条路 包括线下的销售啊 包括网络的一个 我们一般会通常见到的一个旗舰店的一个方式 我们都会有 还是希望能够确保 至少处于一个 如果说未来什么时候 这个风口不在 还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 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 一边读书 一边的工作 工作并没有说 让我去觉得 可以在读书方面的话呢 去停止了 也是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个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 如果说你想要随时都能看到 未来的机遇 一直都能够很活跃的 处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前沿的话 还是要能够去不断的去学习 包括呢 不断的去与这个高精尖的人才去接触 那你现在如何平衡啊 你又要上学 又要经营自己的品牌 你是如何平衡你自己的这个学习和工作的 非常的忙碌 其实我自己呢 也是一直都在找一个 把学习工作和自己的休息好好平衡的 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还是在寻找的一个过程中 像我呢 经常是要跨时差的跟中国这边去开会 包括呢 我也会要求中国这边的副手呢 很大程度的去 能够去帮我分担 但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运营 可能还是会落在我自己的一个头上 因为还是自己最清楚 你未来的方向感到底在哪里 包括呢自己在学习非常忙碌 比如说期中或者期末的时候 尤其还是比如说要赶到 比如说双十二这样的时间 这个整体是非常忙碌的时候 那我就会告诉我自己 现在的一个付出在未来都会赢得回报的 所以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多要去拼搏一些 大家现在都有一种这样的这个声音 觉得当下的年轻人呢 特别特别不容易 或者说也特别特别辛苦 因为确实是一方面呢 是因为这个生活的压力 当然最显著的呢 就是这个房价的上涨 因为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大概二十年前 就是在北京买房不是那么难 因为相对来说 我们这个行业工资也还不错 当然可能比其他同学挣得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好像买房子 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你可能工作一两年 付个首付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现在房价 已经比那个时候涨了十几倍 但是现在的工资 并没有比我们那个年代涨十几倍 所以年轻人可能在 比如说什么时候买房 什么时候成家 然后看着那种天价的 北京天价的这个房子 很多人都选择 就是回到当地 不留在北京生活 另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这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都说 这个社会的发展 他老的人没有退休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就上升的空间 或者是找工作的机会 其实都老龄化 其实他都比较少 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可能就是这种双重压力都很大 一个是就业生存的压力 另外一个是这种生活本身的压力 买房结婚生子 那你自己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 你是否感受到这种压力 或者说你看到的周围的同龄人 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的幸运 就可能说一直以来 父母都能够给我非常多的支持 包括自己选择工作的也非常早 然后包括进入这个行业以后 各个方面也都非常的幸运 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在这个方面的压力 压力 我并没有 虽然说我非常的希望能够去同情 但我经常会觉得 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去共情 因为我公司的很多员工 他们其实岁数比我大 有一些是70后就不说 比如说是94年95年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可能学历本身并没有非常高 然后呢 他们可能选择做一个新媒体的一个行业 只是说因为这个行业可能是一个 比较挣钱的一个行业 就是都希望能够说 去快速的给女朋友这样的一个安定的一个生活 大家这一辈的这种压力是可以肉眼可见的 可能在很多年以前 一个大学本科的学历就是非常好的 但是到了现在 可能这种人就是遍地都是 那我处于一个和别人讲工资的一个位置 我可能也处于一个剥削者 我就总会可能给的一个位置 在我心里看来已经是一个比较的慷慨的一个位置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会觉得 可是这个对于我来讲的帮助不是很大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那我们就重视一下团队合作的一个精神吧